老旧的黑白影片,如果能变成彩色的,会给人怎样的新奇体验? 近日,一名小伙利用AI程序修复了一部百年前记录北京人日常生活影片走红网络。 视频中原本色彩单调轮廓模糊的人影,经过修复后变得面部清晰,动作流畅。 加上后期逼真的音效,瞬间带着观众穿越回1920年的北京。 5月9日,视频制作者向记者揭秘修复过程。 今年28岁的大谷是一名独立游戏制作人。 现下之余,她喜欢研究一些新开发的AI程序,并尝试将它们利用在游戏设计中。 以此偶然机会,大谷看到了这部影片,闷生出要修复她的想法。 作为老北京人,我也是很好奇100年前咱们北京是什么样的。 刚好我也了解到有这种复原的技术,我也想试一下。 这里面一共用了三个AI,就是不同的程序。 不同的人做的,他们都把自己的作品公开到Github上了。 就是这边的开源程序网站,整所有代码,还有他们训练的模型都是公开的。 其中第一个是负责做补真的,第二个是分辨率扩增的。 第三个是上色的,它这几种分工,然后综合到一起来使用的。 然后中间还有一些小的那种免费的插件,我用了一些。 AI修复的影片和人工修复的有哪些不同? 大谷介绍,其实它们背后有着同样的工作逻辑,而AI修复的优点在于速度快。 在传统的,就是我们说的修复视频是手绘嘛,一针一针,就是由艺术家们就把这些黑白视频重新上色。 然后像AI做的是同样的,就AI人工智能嘛,它做的是同样的一个步骤。 只不过它的运算效率更快,然后它的积累相对也更快一些,因为都是计算机嘛。 它只要去看这些资料,不断地学习,还是比人要快很多。 大谷也表示,目前人工智能所处的阶段还比较初级,后续还需要不断学习,变得更成熟。 比如视频中的颜色就是计算推断的结果,现在还不能做到完全精确的符合历史事实。 你们看到那个影片,是颜色其实比较淡的,而且其实并没有历史很准确,就是历史上是不是这个人穿的就是这个颜色,我觉得不然。 就是他只是一个,就是凭他自己的训练,他感觉这个人可能是这个颜色。 那个人穿的衣服可能那个颜色,就是他还没法做到完全历史精确。 但如果我们是用人类的艺术家来做的话,他肯定是了解中国古代历史,做的应该就会更准确。 我觉得这是人工智能现在还不足的地方,是要通过不断的训练来加强的。 见到小片,受欢迎。 大谷表示,未来会尝试多修复一些黑白影片,在和大家交流分享经验的同时,也去精进技巧。 同时,他还会继续做科普视频,向公众介绍新鲜好用的AI程序。 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,人工智能的门槛其实并不高,希望同好者们都有机会去创作出自己的作品。 实际上现在的很多这些人工智能,就是工具吧,可以说是工具。 它都是开源的,然后有的已经是变成,就只要点按钮,或者输几行字,它就可以帮你实践这些功能。 我就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平一级人的门槛很低,就每个人看完我的视频都可以上手去尝试的。 给它简化成一个就是谁都可以操作的一个简单的工具,然后让他们去尝试去学习这些东西,然后来做自己的作品。 。